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二根》创作 头驼渊小桃红为您播讲的《一夜永恒》 后期制作《平海临风》 第461集 上岸 满黄贫瘠 从魂中吸收魂力来修行 对于灵气渴望到了极致 修士踏入 一旦被他们抓住 自然要吃下血肉 来吸收血肉内的灵气 双方自古以来就相互仇恨 那些野蛮的土著 总是想要靠近通天海的区域 想要获得灵气 可我们却不能让他们踏入进来 赵天娇解释了一下 眼看白小春面色都苍白了 他也诧异 可却没多想 星空到极座 之所以在这里 驻建了三城焚宗 原因也是因此 阻止长城外的土著 与冤魂踏入长城半部 数日后 当我们到了岸边时 你会看到第一座城池 那是东海城 灵气很浓 也算是长城内最安全的地方 介绍了总体的情况 赵天娇担心 白小春不了解具体 又详细的介绍了长城内 东海城在向深处前行 令气会越来越少 逐渐削弱 那里存在了第二个城池 叫做戒城 此城内有重兵把守 算是我等外出蛮黄的一个中转之地 也是对抗蛮黄的备用防线 白小春听到这里 压下对活活吃掉这四个字的恐惧 认真去听 这些事情 他知道的不多 而从介城再往深处 在几乎没有灵气的遥远地方 也就是长城所在 那里存在了第三座城池 这第三城 名字也叫城城 其内驻扎的是我行空倒计宗 最恐怖的铁血修士 任何一个人都可以说是沙山一般的人物 就算是我 也都不愿招惹 说起这第三城 赵天骄的墓中露出执着与尊敬 更有火热 这些人组成了军团 叫做铁血军团 强悍无比 他们才是真正守护长城的存在 欲满缓缓时 常年开战 死亡极高 我听说共有五大军团 哪怕在那一个百夫长 回到了宗门后 也都地位呵呵 因为他们的背后 有铁血塘在 铁血塘 凌驾于天人之人 是半神老祖 亲自掌握的 唯一宗塘 白小春听到这里 不断点头 觉得那铁血军团 仅几是名字 就满是煞气了 我的目标是先去满荒看看 历练一番后 加入铁血军团内 立下赫赫斩攻 争取 能成为一个千副账 赵天骄深吸口气 坚定的说道 白小春吃惊的看着赵天骄 觉得对方 这分明就是去送死呀 因为我在长城 才有天人作证 这一次我师父就是过去 替换周前辈 在未来的百年内 我师父会坐着那里 阻止外敌入侵 赵天骄 拍了拍白小春的肩膀 目中露出温和 他比白小春年长 这段日子的接触 真心的把白小春 当成了自己的朋友 他的朋友不多 甚至可以说很少 一般被他认可 那就是一辈子的兄弟 小春 我来此的目的 获得天人魂还是其次 主要就是加入铁血军团 可你不一样 你要争取获得天人魂 满荒有魂 所有在通天大陆死亡的生命 他们的魂 只要不是魂飞魄散 只要不是被人以蛮力刻意留住 那么都会顺着铭河 汇聚在蛮荒里 所以蛮荒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代表了死亡 代表了阴死 因无尽岁月的积累 所以蛮荒的魂太多太多了 其中必然 有还没被人发现的天人魂 不过天人魂 往往几千年 也难得发现一次 风毛麟角 数量极其有限 根据我师父的推测 整个蛮荒 如今天天人魂加在一起 怕是都不超过两手之数 毕竟 成就天道原因者 比天人还要少 只有天尊一人 赵天娇低声开口 这些事情已经是属于绝密 不可以告诉外人 赵天娇也是担心白小春 追求虚无缥缈的目标 这才告知一切 白小春文言心头一阵 他曾经也考虑过 蛮荒到底有多少天人魂 尤其是自己已具备了两个号 他甚至有过一丝憧憬 自己或许可以达到那种 传说中的天道原因 可如今听到了赵天娇的话语后 白小春忽然意识到 自己的这个目标 太难太难的同时 他除代内的两个天人魂 其价值之大 远在他的理解之上 他不由的想起了 送给他这两个天人魂的 韩宗老祖 以及杜灵飞 所以不要去追求天道原因 那只是一个虚无缥缈的梦想而已 你的目标要放在天兽魂上 天兽魂虽也稀有 可数百年还是能看到几个 我师父曾判断过 蛮荒的天兽魂应该不超过五十 具体他也不是很清楚 赵天娇叮嘱一番 将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了白小春后 这才离去 白小春站在那里 望着远处越来越近的岸边 他有些发愁 这就要到了 十年哪 这怎么老啊 白小春叹了口气 时间流逝 很快三天过去 湛州距离海岸非常近了 这一天上午时 几乎全部休士 都不约而同的站在了甲板上 遥望远方 在那里可以清晰的看到 有一座惊人的城池 这城池青色 修建在了海岸上 整个海岸都修成了一个港口的样子 与城连在一起 阵法之力浩荡无边 甚至还有阵阵符纹闪耀 在那城池的半空若银若谢 还可以看到不少的修士 似乎也注意到了这里 正在港口遥望 双方相互对望 湛州的速度也逐渐的慢了下来 在过去了一个时辰后 慢慢的接近 使得双方众人都可以看清了彼此 当一声轰鸣传出 湛州慢慢停稳在了距离港口 跃墨十里外的海面时 从城池内有八个原因修士 神色肃然的飞出 前来迎接 还有不少接单修士也都出现 恭迎陈赫山的到来 拜见陈前辈 我等恭迎陈前辈 声音如浪 不断传出时 陈赫山飞出 带着身边的那五个原因修士 与这些人点头后没有理会众人 独自飞出 直奔远处 其他人见怪不怪 相互寒暄后 连同白小春在内的湛州上的数百星空道极榜的天骄 纷纷地飞出 横渡十里通天海 直奔 东海城而去 一路上 那些从东海城出来的 结单修士也都在打量这些星空到极榜的天骄 目中没有太多掩饰 带着神识与一丝亲密 如同是见过了风浪的老兵去看那些刚刚入伍的新人 白小春在人群内也在打量这些东海城的结单修士 他很快就看出这些人毫无例外 哪怕只是结单初期也都给人一种很强的杀气感 明显身上杀戮众多 而且一个个目中深处 白小春都隐隐地看出了一点红芒 这红芒白小春听人说过 再蛮荒灭冤魂越多 则越是明显 似乎是一种规则变化 没有什么害处 甚至还可以产生一定的威慑力 很快的 众人就到了岸边 踏入东海城后 居然没有人来理会这些星空到极榜的天骄 只是来了一个结单大圆满的东海城修士 给每个人发了一枚令牌 欢迎你们来到分走 这令牌是你们在这里的唯一信物 不可丢失 没有信物者若从蛮荒过来 不会允许踏入长城 所以你们要留意 至于你们的安排 没有具体 这是你们的事例 不过期限不可少于十年 且十年内至少要有三次以上的 踏入蛮荒的记录 否则的话 十年后你们想要回宗门将不会被同意 总之 在这里你们好自为之 我提醒你们一句 东海城内 你们每多停留一天 试炼的时间 就会多增加一个月 而离开东海城后 你们第一个要学会的就是控制灵力 这结单大圆满的东海城修士 淡淡的开口后 转身一晃 远去不见了 白小春有些发愁 看着陌生的东海城 他之前还觉得这里挺好 打算在此地居住十年 可眼下却不成了 众人相互看了看 他们都是星空到几榜内的天角之北 此刻来到这陌生的地方 表现各自不同 但大多数都是立刻散开 各寻出路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